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笑容 黄小姐正值青春年华 身体却出现了一连串异常反应 让她的人生一度跌入谷底 刚开始是那种咳嗽感冒 啤涕的这种症状 然后可能好了之后又变成是肠胃不适 然后又加上就是瘀青的部分 同一个疾病另一种症状 从事水电维修的黄先生 两年前体力急速下滑 从一楼走到二楼他可能就会喘 就是好像爬了走到二楼 然后就好像又要躺 可是又坚持又要走 可是就是没办法走 他们都罹患了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症状与一般感冒类似难以发现 但如果是长时间出现发烧骨头痛 预心出血和脸色苍白疲倦 就得要尽速就医 进行血液与骨髓检查 因为这个疾病来讲 它其实来势汹汹 越早诊断病患的治疗效果越好 然后在这几年来讲 因为我们有新的药物 有好的药物 所以有更多病人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也才有机会去接受 所谓血液干细胞移植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机会 可以达到根治跟痊愈的目的 65岁以上长者经营异常 与长时间暴露在放射线环境下者 都是好发族群 更得要把握黄金治疗期 很重要很重要的 让自己可以再继续走下去的 的关键就是自己的心情要好起 保持乐观心情 在标靶药物治疗后进行骨髓移植 两人病情都已获得稳定控制 听从医师指示 终有一天能打败病痛 台新闻 钟子云梁家铭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